有些关注,二战后不久美国发动了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冷战 在国内亲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迫害共产党打击进步势力 美国政府大使逮捕官员共产党人 1947年6月美国政府已藐视国会 最逮捕了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尤金丹尼斯 判处激引荐刑 发金钱美元司法部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党部门组织把大批进步人士列为危害国家的嫌疑分子 逮捕在反共的气氛下 许多美国共产党员被迫退党 党员组织从1946年的7.5万到1947年的4万 杜鲁尔蒙政府还设置了一些专门机构 进一步肃清政府中的美工成员或同情美工的雇员 1946年11月25日杜鲁尔蒙发布行政命令 设立了总统